此久近的電影究竟有多刺激 純情的女孩不小心把蜂蜜 撒在了白發發的大腿上 男人瞬間跟你打了狗眼 彷彿看到了什麼 情情的女孩擦吃完蜂蜜 還不忘瞬息乾淨手指 哦 蜂蜜的味道 她知道 隨後女孩抽到男人的耳邊 哥哥 看什麼了 人家只是不小心打翻了蜂蜜 不過蜂蜜真的好甜好甜了 第二天 男人正在車裡享受陽光 可女孩卻踏得性感的小毛布 反反地路過那裡 原來這一切都是女孩有意為之 她看似純潔的外表下 進程著一副莫名的小心事 她利用自己清純的外表 還有火辣的身材 時刻都在波動著男人的心弦 她總是有意無意地出現在男人面前 男人靠近 她就疏遠 男人疏遠 她就靠近 這一句懷疑的彪悍技術 誰能頂得住 啊 少 太少了 不過我好喜歡 啊 她打著在男人車上聽音樂的坊 裝出一副林家小妹的嬌羞小表情 她悄無聲心地露出了大腸腿 男人練練不捨地轉過頭 假裝自己是真人堅持 女孩卻突然拉開了商機 她問男人為什麼要開暖氣 這裡真的是太熱了 男人看著女孩那鬼迷日言的死樣子 心裡無助地喇喊起來 你知不知道包含骨子積憾哭 你知不知道 張是眼睛或是球 到底有多難受 太難受了 被女孩這樣三番五次地戲弄 男人終於忍不住了 她趁著女孩洗澡時 悄悄地爬到屋頂偷看 說不知 這也是心機女孩激發的一部分 烘烤一尺放在她身上 簡直就是侮辱 兩人在一起看電視 女孩總是喜歡扭動著雙腿 What the fuck 這腿我能看三年 被窗外的老頭發現後 女孩說自己要去洗澡了 男人瞬間明白了過來 於是她爬上屋頂 果然欣賞到了夜色風光 洗完澡後 女孩扮上了漂亮的針織裙 哦 美 太美了 親你太美 女孩食而一副清純可忍的模樣 食而一副風情萬種的樣子 這讓男人對她越發的好奇 她跟蹤女孩來到一片封地 男人煩煩地撥開茂密的雜草 想對原石森林一探究竟 可她卻看到女孩戴著耳機 正在享受自由的感覺 感受微風浮過身體的味道 男人開始有些迷亂起來 她甚至感覺到女孩親吻過她 還為她喝了新鮮的山蘭 可第二天 女孩卻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 男人直接懵了 她瘋狂地扇著自己 清醒一點吧 為了搞清楚女孩的秘密 男人再次來到方郊野外 這次男人發現了一輛電報車 而女孩卻在車裡談大事 噢刺激 太刺激了 男人傷心欲絕地回到屋裡 女孩卻悄悄地爬了進來 她知道男人現在非常生氣 女孩便用她那迷人的櫻桃小嘴 翻激了男人沉悶的心情 可第二天 男人再次看到奇怪的一幕 猥瑟老頭煩煩地蹲下身 檢查著女孩身上的傷口 女孩驚慌失措地看向了衣櫃裡 裡面的男人更是嚇得冷汗直流 老頭好像聞到了口水味 慢慢地向衣櫃走去 老頭打開衣櫃門 卻沒有看到男人 原來他只是要拿一包不知名的物體 準備搞一番大失業 舒服 太舒服了 看到這一切後 處於橫身的男人便準備離開 她找到女孩跟她告別 女孩聽後以為是男人在玩弄她 她讓男人趕緊有多遠就滾多遠 可下一秒 她又像個受盡的小貓一樣 地位在男人的懷裡 哥哥 人家真的好害怕 哥哥會保护人家的吧 哥哥可以親親人家嗎 於是 男人再次掉進了溫柔的陷阱裡 刺激 真是他講的刺激 事後 女孩讓男人帶她離開 並殺掉那個變態老頭 如果男人不同意 她就要報警抓男人 畢竟她身體裡全都是證據 原來女孩從小就被老頭騙到這裡 並長期對她進行變態的折磨 她想要脫離變態老頭的掌控 直到男人來到了這裡 她便開始計劃讓男人幫她殺掉老頭 男人當然不願意做犯法的事 於是兩人便流打在一起 此時 老頭拿著鐮刀衝了進來 女孩一起撒謊稱 是男人要對她欲行不歸 老頭提著鐮刀就砍了上去 可她年老體弱整非是男人的對手 男人乾掉老頭後 趁著夜色逃了出去 而女孩卻像個沒事人一樣 她再次穿上性感的衣服 等待著下一個有緣人 我操油逼